Hello 大家好 我是賣友 今天的影片充滿意義價值 因為我的Youtube頻道已經破兩萬個訂閱了 現在在看影片的你 不知道你訂閱我的頻道多久 或者還沒訂閱的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就快點訂閱了 可以快點到3萬 我頻道當時有一萬個訂閱的時候 我就拍了一條影片 慶祝這個一萬個訂閱 這次來到兩萬個訂閱 還是我要拍一個Q&A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問我更多的問題 令你們更加喜歡我的 如果想看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有很多人問的 我想有200個人問的同一條問題 就是怎樣去手臂和背部的油脂粒 我已經拍了影片 出了 所以你可以在那條影片看 然後有一條就是問 為什麼我會喜歡化妝 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留意移容 這件事 而且我覺得化妝真的會改變 一個人對你的一些印象 或者是一些對你的眼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如果你本身都不是很化妝 但可能你突然化一點點妝 人對你的眼光 或者對你的感覺都會不同 就是挺有趣的 就開始研究化妝 因為這個原因 主要都是 2020年是否做回歌手 好像有新歌 Hello 歌影師 形象指導 最喜歡哪樣 我一向都是同一時間進行的 所有事情都是 從來都沒有說 偏重做哪些東西 那的確是有新歌 喜歡做哪些東西多些 我覺得全部都是 所以我是一個很幸運 很幸福 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而將這個東西 變成自己工作的人 那如果我一定要選一個呢 如果一定要選一個 我會選 退休 是嘛 如果我可以選 當然要選退休 不用做多好 好了 接著有人問 怎樣發現自己對時裝有興趣 其實我去到讀大學的時候 雖然我是讀Fashion School 但我也是 不是特別喜歡Fashion 是因為那科很容易入 所以才入了 但因為那時有一個同學 他很喜歡Fashion 他是香港人 他經常在我耳邊 說很多Fashion 有關的東西 然後經常在那裡導我 就是他在減價的時候 有斜馬我去 就是從那時開始 嘩好漂亮喔 原來有些這麼漂亮 原來原來的designer是這樣的 然後他又說很多 時裝有關的story 給我聽 交而交之瓜瓜 我就開始對Fashion 充滿熱性 然後自己就用很多時間去轉眼 這樣開始 唉有些問題真的不會回答 為什麼你很帥 我覺得哪一個藝術 最吸引我 最吸引我的呢 其實是Beyonce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她 她是很厲害的表演者 performer 她是一個businesswoman 生意頭腦也很好 所有東西加起來 我覺得她是很厲害 還有其實還有Rihanna Rihanna也是一個我很養母的人 她有自己的化妝品品牌 有自己的時裝品牌 有整個事業王國 我覺得很厲害 很值得主機 有人問鏡頭前和鏡頭後 是不是兩個樣子 還要加一個認真答 是一樣的 無分別 真的 不是嗎 我想問大家覺得我鏡頭前是怎樣 我覺得我鏡頭後 比鏡頭前 更加帥 因為我覺得我很多帥的一面 大家是看不到的 不知道 我覺得 想知道你真實身高 我想分享一件事 問起這條問題 我昨天在街上 我戴著口罩 然後有個朋友 他就在七十一門口 他就說 你是不是馬天佑啊 是 hello 他就說可不可以和你拍照嗎 他就拍吧 正常拍了 拍了一張selfie 然後他看著我 很誠狠 超誠狠地說了一句 他說 我看你的IG 我以為你很高的 我那一刻是馬上 狗姑娘 老闆 你是不是在拍我 是嗎 是嗎 thank you 好啦 記得安全一點 拜拜 首先我想說我的IG是沒有拉長的 他這樣說我的比例好 我覺得不是真的很矮 不是特別高 但是176 不高 不矮 很像你 so angry 算了 anyway 什麼時候有fans meeting 我還沒搞過 做什麼的 不如你幫我搞 好有人想幫我搞的 就舉手 好留言告訴我 不如你說麥當勞 fans meeting 我想分享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去了二世故 我想說 二世故是沒有麥當勞 你可以相信 日本人的城市是沒有麥當勞的 你覺得幾天怎麼生存 很辛苦 那個生存 真的不是說笑 首先也謝謝你的Give away 因為他中了我們之前抽獎的一部相機 你現時為止最滿意的形象設計是哪次 想看一下 那當然是SRW軒 他的新歌《當你和心跳》一起出現 有人說好像大隻了 多謝 有人說可不可以教一下瘦子怎麼增肥和增肌肉 增肥其實很簡單 你吃很多垃圾食 你每晚吃宵夜 你一定會肥的 吃極不肥的 你真的不肥的 不是啦 吃宵夜吃油膩一點 是可以的 但是呢 增肥也要增得健康的 小吃多餐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 這個過程當然實在太辛苦了 增肥的過程 跟哪個MIRROR成員最熟 最近合作得比較多的是姜濤 大家有沒有看到Chanel的廣告呢 還有接下來應該有些廣告都會找他拍的 記得留意啦 拍拖次數和拍拖經驗 不准想立刻答不答 那你回答了 怎樣開始Styling這條路 講到這條路呢 我就要感激鴻宇菲小姐了 因為當時Carrie鴻宇菲 推出她的唱片《我本人》的時候 我真的以一個朋友的身份 陪她一起去她的公司開會 那時候她就在她的新公司環球唱片裡開會 因為我當時剛剛畢業回來的 我還沒找工作 還沒工作 然後她就在這裡開會 等等等等 她的同事說了一些想法之後 她就問你覺得怎樣 那我就傻傻傻 我覺得可以這樣 和這樣和這樣 然後在電話開了一些照片 這樣也不錯啊 然後她的公司老闆 當時就幫著我 很有信心地說 不如這隻碟就交給你做 說什麼啊 我當時是 蛤?做了一隻碟 碟做啊 但當時她們很好 她們整個公司超配合 很幫忙 我需要什麼幫忙 她們都立即幫忙一起搞 所以是很順利地完成了 人生第一個作品 就是《我本人》 《虎如飛》 難忘你 好聽過樣貌 其實沒找你 對啦 沒錯 大家可以聽一下這個 想知道你吃哪一隻維他命護眼 嘿 如果你有看我2019年十大 最喜愛的物件裏面 你就會看到我說那個維他命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人 都會發覺我的影片很多時候 都很紅 但現在真的白了很多 好啦 來到IG的問題 現在開始答了 有人問 Did you buy tickets for Billie Eilish Concert 剛剛才拍了另一條影片 還在找 你是不是有 想看 這條很搞笑 The JLo and Shakira Lip Sync at the Super Bowl 我怎麼知道 我覺得有 不知道 我想她有些聲音墊底 很正常 可不可以 出一條影片 講奧斯卡的衣著點評 出了 有了 去Channel看 有人問還剩下多少個口罩 我想說 我飛去日本之前 我只剩下七個口罩 但因為我要買口罩給我的同事的關係 我去了四十幾間不同的 convenience store drug store supermarket 找口罩 我想說 我本身六天五夜去滑雪 我只剩下一次 就是為了找口罩 還有同伴的所有人去滑雪 只剩下我一個在找口罩 只剩下幾個口罩給大家看 Yvonne你知不知道 你們看過沒有 我的口罩在這裡 3 2 1 嘩 嘩 沒錯 我只剩下這些口罩 但這些口罩是給我家人 和我的同事 每天都可能十幾個 然後我爸爸媽媽 然後姐姐 我 其實差不多要20個口罩 所以一合50個口罩 其實只有兩天幾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不要看到它好像很多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裡 我想這裡能頂到一個月 求神拜佛 快點好回來 可以按嗎 按吧 這個是歷史以來最隨便的 QA 好了 吳千宇小姐問一下 為什麼你每天可以睡十幾個小時都不晚睡 不是 吳千宇小姐問一下 為什麼你每天可以睡十幾個小時都不晚睡 我明白 你明白嗎 冬天 還有沒有冬眠的感覺 我想問一下什麼時候可以見到你 不知道 我男朋友要和我分開 我很想挽留他 我可以怎樣做 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你覺得可以挽救 我覺得很多人 很多關係 因為大家不敢去面對問題的時候 就會避免去說 究竟問題是什麼 等問題去到一個大家都忍不住的地步 就會爆發 其實是很不健康的 所以我覺得 不只是去到分手那一刻 應該是一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就要把小問題慢慢慢慢解決 因為積小是會成多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到問題 不能再去彌補的時候 才去嘗試去改善 知道嗎 將來會不會在Youtube 嘗試幫人形象大改造 來專業喔 我們拍了一條影片 說這件事情 真的很大改變 真的很大轉變 還有另外一個Q&A 之前在太多地方問大家Q&A 為什麼會塗指甲油 有人問到 其實我也想回答這個 我會想拍一條影片說這件事 到時候拍一條影片告訴大家 很好笑啊 這些問題 哎呀 真的問不出口 我問吧 你問我沒有沒有沒有 不行我自己來 對不起 我發覺大家問這些問題 都不是真的問我的問題 就是大家問中學生 makeup product推介 另外一個就問 可不可以教大家怎麼襯衣 日常大眾化的依著心得 這些可以 但是這個Q&A 是想問我的嗎 我想看你如何即時設計 幫人做設計新look 我也明白 會放多少時間給自己 發展歌手事業 有沒有勤力練歌 有啊 有勤力練歌 我現在跟著一個很好的唱歌老師 我覺得他打開了另一對門給我 很大得著的 那還有 我會放很多時間在這方面 一定會的 還有今年的作品裡面 我會覺得是 我表達的訊息是多了很多的 還有是一些 我之前做音樂的時候 沒有發覺其實做音樂可以這樣 去表達一些故事的方式 去給大家看到 最喜歡跟哪個明星合作 哪個最串 你覺得呢 串 最好應該是跟Egger Egger最好 嗯 其實問他們最適合的 他們接觸得最多 最酷 神經病 我們是保護藝人組 怎麼會真的回答 真的 不要說全 應該是藝術 全是應該的 不是應該 其實 但我最喜歡跟哪個藝術合作 我當然是最喜歡跟 我自己很喜歡的藝術 就是自己本身在入行之前 已經很喜歡 例如蔡依林 小華軒 祖兒 這些是我最喜歡合作的藝術 當然和自己熟悉的朋友都特別開心 殺 想我講一下對跳舞的看法 可不可以拍上課的VLOG 哇 拍上課的VLOG 可以 好好拍一拍一拍 我學跳舞之前 我對自己身體很沒有信心的人 無論是協調上 或者是外形上 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個很沒有信心的人 一個歌手 除了靠百聲之外 所以我學跳舞的時候 不只是為了學會跳舞的步驟 其實是肢體語言 和身體的Groove 我希望可以從上課方面學到回來 而且因為我真的太沒有天分的關係 所以我真的用了太多時間 上很多很多很多的學習 你問我現在 我基本的跳舞是應付到 但一定不會算是聰明 但我也希望我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慢慢一步一步 在跳舞方面進步 沒錯 覺得自己的EQ如何 對於負面評論會不會不開心 怎樣管理呢 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候那些負評 有一些是 我接受到負面的評論 但是很有建設性的 你明白我這樣說嗎 很難的 要負面也有建設性 或者負面也有建設性 譬如說我塗指甲油 如果有人說 你為什麼塗指甲油 不是那麼好看 那我就覺得OK 如果他的評論是 你塗什麼指甲油 這麼有型 這些呢 我覺得是有攻擊性的 或者是如果他留下的評論 我看完之後 會覺得 學到東西 可以真的吸收一下這個意見 那又有另一件事 不要浪費 你們留得研究 當然要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最愛的薯片推介 大家有沒有吃過 Royce的朱古力薯片 正 很好吃 超好吃 什麼叫黑歷史 最不好的歷史 每個人都有黑歷史 你拿回20年前的照片 就是黑歷史 黑歷史 黑歷史就是我之前還沒做健身的樣子 讓你看 死了 現在 死了 哇 有一條問題問 Have you ever been bullied? How'd you do? 這人真的不是做馬 OK 但因為我新歌 真的跟欺凌是有關係的 我接下來都會拍一些影片 去講這些題目的 記住留意看新片 訂閱 看他講得對 最喜歡的城市 香港 紐約 和倫敦 三個 學人在裝的整紙甲 這些就是 沒有建設性的 你這句話可以怎樣說 你可以是 整紙甲真的不太好 對 那就可以了 是否經常打遊戲 It's everyday 打遊戲是為了放鬆自己的人 就是我經常打電話 開遊戲出來 可能我腦在想 但我需要緩慢 可能我腦在想太快 我想有些東西 把我想的東西 把我想的東西清楚一點 分析 我就會打電話 其實我不是在打電話 但我腦就會 慢一點 我就會清楚一點 這個東西要這樣做 這個東西要這樣做 打遊戲的作用 對我來說 嗚呼 好啦 今天的Q&A 就到此為止了 好多謝你們一直支持我的頻道 希望你們看我的影片的時候 都會得到一種 生活上的 小小的安慰 可以這樣說嗎 或者是 總之開心看我的頻道的時候 那大家記住 訂閱他的頻道 開個鈴鐺 同四期二和四都會有新片出 沒錯 那希望很快就去到 三萬訂閱 四萬訂閱 十萬訂閱 二十萬訂閱 三萬訂閱 拍片給大家 太遙遠了 但真的要我來說 努力加油 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明日會數看 就與笑話